大家好,我是阿光 天气越来越凉快了 我们要多喝一些月佛的汤 今天,印鸭肉和圆菇 分享一道好喝的鸭肉圆菇汤 如果你也喜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到底是怎样做的吧 首先,准备两只吃倒骨的鸭腿 我们把鸭腿给下刀 剁成两根分左右的长条 然后再剁成小块 块,我们也不要剁太大 大约在两根分左右就差不多了 如果太大的话,也不容易成熟 这也方便我们下一步的操作 全部剁成饰瓶中这样 放在大碗中备用 接下来,往鸭肉里面 加入一大勺的面粉 硬手抓拌均匀 这里我们要多抓拌一会儿 很多朋友在炒鸭肉的时候 直接焯水 其实那样是不对的 像这种新鲜的鸭肉 我们用面粉的独特吸附性 去除鸭肉里面的血水 这也保证鸭肉的营养不流失 抓拌成饰瓶中这样有点粘手 我们再加入多一点的清水 把鸭肉表面的面粉清洗干净 这里我们要多抓拌一会儿 经过这样抓洗之后 鸭肉里面的血水已经全部出来了 大约抓拌两分钟左右 我们把鸭肉露出来 放在提前准备好的清水中 再次清洗一下 把里面的血水全部抓洗干净 再用干净的清水淘洗两到三遍 洗至水变得很清澈为止 然后我们把鸭肉拧干水分 这一步非常的关键 我们尽量的拧干一些 拧干之后 放在准备好的大碗中 接下来我们来调一下味 加入一勺生抽 再加入一勺蚝油提鲜 再加入半勺食盐肉下底味 再加入半勺鸡精提鲜 再加入少许的佛椒粉去腥增香 加入一个葱结 再加入几片老姜 这里我们千万不能加料酒 如果加了料酒 冻出来的汤就不鲜美 而且有一股味道 这也是饭店不味全的小技巧 像我视频中这样 抓拌两分针左右 把调味料全部加入在鸭肉里面 成分抓拌均匀之后 放在一旁 腌制十分针左右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些 干的菌菇 这些菌菇平整比较多 里面有羊肚菌 还有茶树菇 还有鸡油菌 虫树菇 还有橙草花 这些都可以自己搭配好 然后我们再加入六十度左右的温水 把菌菇浸泡半个小时 这里我们水温不要太高 如果太高的话 菌菇的营养营易流失 不管时间的话 也可以用凉水浸泡三个小时左右 我们用筷子稍微的花拌一下 使其受液均匀 接着我们再准备一块去皮的老姜 切成薄片 老姜可以去腥 增香 冻汤 我们可以适量的都准备一些老姜 全部切好放在小碗中备用 准备一把洗干净的香葱 我们把香葱直点切成葱发 全部切好之后 放在小碗中备用 现在的鸭肉也腌制的差不多了 我们把里面的葱结和老姜全部挑出来 因为现在的葱结和老姜香味已经完全释放出来了 下面我们开始操作 起锅加入少许的食用油 下入切好的老姜 小火煸炒 我们把老姜炒出香味 接下来把腌制好的鸭肉也倒在锅中 这里我们要开大火花草 称分地把鸭肉的水分炒干 炒出香味 亲爱的朋友们 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借您花财的小鼠点个赞在左呗 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 都是我前进最大的动力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把鸭肉炒至微微花黄 我们再加入多一点的开水 开水一定要目过鸭肉 这里我们千万不能加凉水 不容易的话 炖出来的鸭肉会很柴 大火烧开 用手指撇去上面的一些浮沫 这些浮沫也是腥味的主要来源 接着我们靠上菇盖 大约焖煮十分钟左右 现在的圈菇也浸泡得差不多了 已经完全的泡发了 我们稍微的清洗一下 把菌菇表面的一些灰尘清洗干净 然后放在碗中备用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把菇盖打开来 哇好香啊 大大的鸭肉的香味扑扑来 然后我们把菌菇放在菇中 用勺子稍微的整理一下 现在的鸭肉还没有远辣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个砂锅 把冻好的鸭肉在卷入砂锅里面 因为砂锅冻的鸭肉会更香一些 大火烧开 靠上锅盖 然后卷小火 再冻四十五分钟左右 这样做的鸭肉汤鲜未满才好喝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打开锅盖看一下 金黄色的汤汁看着也非常的有食欲 接下来加入半勺食盐调味 再加入少许的胡椒粉增香 再下入提前泡发的枸杞 增加营养 以及点缀颜色 一到美味又营养的鸭肉 蒸骨汤就这样完成了 这样冻的鸭肉汤 汤色金黄 汤鲜未满 鸭肉也非常的远辣 如果我的视频对您有一点点帮助 就麻烦点赞收藏 留言 并转发一下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个视频 我们再见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